实价登陆新智将在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 此次新智修法有三大重点 包括申报一五人不同 申报十点再提前 罚则按轻重比例处罚等重大变革 为了让民众了解新智与旧智的差异 华联县政府地震处在6月18号及7月7号 举办宣导说明会 预期新智上路后 不动产交易资讯将更加透明 欢迎华联乡亲踊跃参加 实价登陆新智将在今年7月1日正式上路 为使民众了解旧智与新智差异性 了解有关实价登陆新智相关规范 申报时机及方式 华联县府地震处在6月18日及7月7日 举办了109年不动产成交案件实际资讯 申报登陆新智作业说明会 预期新智上路后 不动产交易资讯将更为透明 这次修正主要有三个部分主要面向 最主要是原来由地震市 经纪人权力人申报的部分 改为买卖双方共同申报 那第二个部分修改的部分是 申报的时间点的部分 原来在登记完成三十日内 需要完成申报 现在改为买卖登记案件 实需并同申报 第三个部分是罚者不能修改 原来是预期不时罚三到十五万的部分 那现在是按照预期价格不时罚三到十五万 价格以外不时的部分是罚六千到三万 是有做个区隔 那施价登陆制度从101年到现在上路了 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是施价登陆 这是念证修这个法之后 当然这个施价登陆的时机点 还有一个法则 还有一个申报义务人的部分 做一个相关的修改 7月1日即将上路的房地产实价登陆制度 或称为实价登陆2.0 主要是针对第一代实价登陆制度的不完善 不明确不及时等问题再亦改进 其中三大重点差异包含 1.申报义务人 2.申报时机 3.会申报或申报不时之罚则 预知更多资讯 可电查华联幸福地震处地价科 华联地震事务所地价科等恰循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 2.申报